大革命失败的前夕 毛泽东心情苍凉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接着继上海广州反革命政变之后 5月17日 驻宜昌的夏斗银 率部进攻武汉 发表反共通电 5月21日 驻长沙的许克祥 所部发动叛乱 把湖南的工人农民 投入到血泊之中 6月10日 汪精卫赴郑州和冯玉祥 唐生志举行会谈 9天以后 冯玉祥又赴徐州 同蒋介石会谈 经过各种幕后交易 逐渐完成了 由宁汉分裂到河流 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 在7月15日公开宣布 分共了 为了应对敌人极其残酷的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人被迫选择了独立领导 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 所以于1927年8月1日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 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 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 贺龙 叶挺部 两万多人起义 打响了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这就是八一南昌起义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 继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之后 又一次以城市为中心的 革命尝试 接着 中共中央于8月7日 在武汉秘密举行的紧急会议 史称八七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坚决批判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 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拥护实行土地革命 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旗帜鲜明地提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理论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 我曾尖锐地指出 从前我们骂中山先生 专做军事运动 可我们共产党人呢 却与之相反 不做军事运动 专做民众运动 到头来 为打着北伐旗帜的 蒋介石 李宗仁 唐生志 张发奎 等新军阀做了嫁衣 是啊 一旦这些手握兵权的新军阀 把脸一翻 我们这些赤手空拳的共产党人 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只能变成 这些新军阀们的枪下之鬼啊 更为可悲的是 我们这些秀才们 一个个都想当 摇羽毛山的诸葛孔明 谁也不想当 武刀弄枪的官张赵马皇 就说眼下吧 我们谁都知道 蒋介石 唐生志 这些新军阀 都是拿着枪杆子起家的 可有谁问过 想当诸葛亮的秀才们 单单靠着嘴皮子 就能打垮枪杆子吗 所以说 你去高声疾呼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与之政权 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对呀 任志啊 咱们中央 并不赞成你这种看法呀 我当然知道 你我这么多年的同学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认为 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只能服从真理 因为真理从来都不是权力的代名词 也不是简单多数 就比少数更正确 这就是润知啊 你是知道的 齐武分共之后 中央在实行紧急疏散的时候 曾准备派我去四川 理由嘛 是为了 我的安全 我当时就反其道而行之 要求会自己更熟悉 并且武装起义条件 正趋成熟的故乡湖南 你是为了践行你所立主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 你说得不完全对 准确地说 我只是想回到自己熟悉的故乡 用革命的实践 打出一条新的革命道路来 何思 我真想 随你回到 我们的故乡湖南 领导乡亲们 举行起义啊 可我真弄不明白 中央某些人 就是坚决反对我的请求啊 说来十分可笑 他们从宗派主义出发 担心你我 回到湖南以后 搞独立王国 走吧 自从南长起义的枪声大响之后 这就打乱了宁汉共同分工的步伐 使他们与混乱中相互攻击对方 洗白自己的历史责任 恰在这个时候啊 江某人亲自指挥的北伐部队 又在徐州 被孙传芳打得落花流水 是一败涂地啊 他为了转嫁军事上失败的责任 在帅部南退的路上 把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给枪决了 这就势必是第一军军长何音卿 第七军军长宇宗仁 参门长白崇喜等人人自卫 他们这些人为了自保 很难再听他蒋介石的指挥 这正是我们发动全省起义 夺取大中城市的天赐良机啊 说得太对了 洛麦同志 在发动全国性的秋收起义之前 先听听我们的农王润芝的意见 好啊 泽东同志 请您立即到秋白同志的驻地区一下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谈 好 托森 看来中央就要下达命令了 那就预处你 马到成功 世上哪有那么容易的革命啊 罗麦同志 我认为立即发动全国庆的秋收起义 是完全符合八级会议精神所决定的 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纵方针 对 秋白同志 罗麦同志 泽东同志到了 好 二位领导 泽东 坤直 我听到消息马上就来了 赶快下达命令吧 不急 你看你这身衣服都浇湿了 赶紧把我那身干净衣服 罗麦同志 我这样的身材穿得了你的衣服吗 这 这就叫不符合实际情况 武汉是出了名的火炉 八月又是火势最旺的时候 我这身雨水啊 就全当是冲了个澡 站在这里听二位下达命令 岂不是很惬意啊 来 快说快说 来来来 坐坐 任志啊 我和罗麦同志哪有什么命令下达呢 方才啊 我们两人正在分析 蒋本人自乱阵教的形势 一致认为 把动全国起义的条件 成熟了 好 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呢 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还是先听一听中央的决定 这样 中央机关很快就会迁回到上海 我个人希望 你能到上海中央机关 去工作 很抱歉 二位领导 很抱歉 二位领导 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上海 住高楼大厦 那你去哪儿呢 我愿意到农村去 上山 结叫陆林好汉 你的意思是 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对 陆迈同志 我看中央会支持润志 这一选择的 是啊 这样吧 润志 你先回去 静候中央的决定 好 我还没吃饭呢 那赶紧 李强 赶紧给润志准备点饭 多买几道业 算我的钱 好 秋白同志请客了 润志啊 想你们啊 秋白同志 润志啊 好 怎么样 告诉你个好消息 中央已经同意了你的请求 让你以中央特培员的身份 回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 改组湖南省委 领导秋收起义 你有什么意见 太好了 我这行囊都准备好了 这么快 新奇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认为咱们这次的秋收起义 首先就是举什么旗的问题 这将会决定 我们共产党人将开创一条 什么样的革命之路 完全正确 因此 我认为咱们这次的秋收起义 应该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可是八七会议明确规定 要打左派国民党的旗帜 再说恩来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 就是打了左派国民党的旗帜啊 许多自称是国民党左派的人士 不仅不领我们共产党人的情 而且一夜之间就反水 站在恩来他们的队里面 搞得参加起义的队伍十分地被动 我说错了吗 不错 另外 我们要发动农民起义 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 必须要有军事上的帮助 说白了 就是要有一两个团的兵力参加 否则终归要失败 有道理 有道理啊 你手里有军队吗 认知啊 你知道一个叫卢德明的同志吗 知道 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团长 嗯 共产党员 是 据说他率领全团两千多人 没有赶上南昌起义 所以决定到乡恶干三不管的修水 铜骨一带 一面修整一面酬粮 等待党的指示 确定今后的发展方向 是这样的吗 中央已经接到他的来电 说是近期就会赶到武汉来 侵蚀警卫团的下一步行动 那就令其警卫团原地待命 等待参加秋收起义 可以 另外 中央决定 此次湖南起义是全省的 最终目的是汇共长沙 夺取全国的胜利 等等 还是等我回到长沙以后 经过调查 再做决定 不行 这是中央的决定 你必须执行 我也再说一遍 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之后 才能决定是全省的起义 还是局部的起义 你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中央的决定呢 这有什么错吗 连封建皇帝都知道 要给他的将帅以鸡断权 为什么咱们的中央就不明白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怎么每次都有自己的意见呢 因为我不想盲目地安令行事 看报 看报 既可靠消息啊 今晚蒋介石在南京宣布下台了 来 拿来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我先看 大家一起看 中正自虚目总理之教训 即以二欲滋识 一 任党高于一切 在党的利益之下 党员个人 绝无成主观 用感情 既厉害之余地 二 任捍卫党机 为党员最大之天职 高于乘治弄巧 扬奉阴违 篡夺 篡夺五党之基础 漂逸五党之主义 使五党民存实亡者 必结权力以铲除之 一年以来 北伐不成 主义不行 图使党务纠纷 部署牺牲 而民生凋敝 国际困穷 游甚于西 清夜门心 一资黄祸 福肯准辞 国民革命军 总司令职权 并请众志中正 以失职之罪 视为 制导 方才的辞职通电 明天简报 政治本属纠纷之物 如不能解决 唯有牺牲 若不牺牲 其纠纷 必将危害党国 我尽管辞去了所有职务 但作为一名国民党党员 重政将继续履行 我的职责 诸位 就蒋总司令电告下野 大家有什么意见 均可以发表 诸位 就蒋总司令电告下野 大家有什么意见 既然 中央做出决定 请蒋先生下野出国 作为我个人 我同意中央的决定 同意 蒋先生出国 休息一段时间 作为国民党员 我李宗人也同意 中央的决定 请蒋先生出国 休息一段时间 我李吉深 也同意蒋先生出国休息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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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 中央做出了这个决定 多数人 同意这个决定 我何寅卿 也同意总司令 出国休息 威力皇将军 你理解哪 中央要总司令出国 到底休息多长时间 是到哪个国家去呢 现在北伐正在进行 要完成统一 总司令出国时间久了 是不利的 对啊 是不利的 不同意的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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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 Turkey 在中央 既然决定要我出国 我只有服从 即兴自和而归去 辞去 所有职权 一泄天下 至于社会对此 知种种批评讽刺 则已无庸置变 日久必可自明 此次下也对国家而言 可免去国家之纠纷 对党务 则不应个人使党分裂 我希望在座的 能服从中央的指挥 听中央的命令 安心工作 把部队带好 报告 请进 请 小长 真是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哪 就连您最信任的何英卿 不必说这些了 请坐下吧 来 都坐下吧 我已是下也之人 今晚就是老朋友相见 彼此说说话 随讯一些 是 自从我立主清党反共以来 武汉的汪兆明等 将借此劝夺党政大权 由于徐州意外失守 存有一心的贵系李宗人白崇喜 想浑水摸鱼 总之现在我最好的选择 就是主动下野 小长 不会的 我们这些忠诚于您的黄埔部署 是有力量打败他们的 不 坐下 坐下 自下野以来我也反省了自己啊 这几年我几乎一直是在前锋指挥作战 重于军事指挥而缺少政权建设的才能 在那些国民党元老眼里啊 我只是一个军事领袖 而非一个政治领袖 再加上这次宁汉分裂越来越严重 他们都想登上权力的宝座 简直 一夜之间我成了众矢之之地 变成了 他们攻击的靶子 为此我只有下野意图了 您下野 南京同盟必将分裂 汪精卫无法维系国民党团结 北伐也将停滞 校长一度专心制制 统一中国 连生在外 迄今领导北伐 成绩斐然 校长您能号召全国呀 再者 您的下野 势必要伤害 南京当局 从上海筹款的能力 由于他们都是利益之徒 一旦我主动下野 置身事外 南京的李宗仁等 却必然与武汉的汪兆明等 为权力打得头破血流 我唯有置身事外 静观事态变化 另外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你们稍等一下 我是蒋中正 孔夫人您好 嗯 我知道了 请你转告美玲小姐 我这几天就去西口 办理一切手续 我要堂堂正正地 向她求婚 一切就拜托孔夫人了 再见 报告 请进 总司令 一个弃案投名者共出 说是共党中央上载武汉 正在策动所谓 相恶干越农民起义的计划 这是他交出的 农民起义的方案 看来 唐生智张发魁的后院 要起火了 秋白同志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大事 什么大事 关于相干边界 秋收起义的大事 罗麦同志 中央三令无声 要求此次湖南举行全省起义 并却明确指出 湘南唯一发动点 长沙唯一发动点 如果在宝清一带有可能的话 也可以作为一发动点 可是潤之他呢 他就制点中央 以党的精力 及精力力量计算 说什么只能制造 湘中四周各县的起义 我真是不知道 他是怎么想的 这是刚刚收到的 潤之法来的极点 他已经决定 发动以长沙为中心 包括湘台 李陵 宁乡 柳阳 平江 安园 岳州等县的乡中起义 这就等于取消了 中央要求他们在湘南衡阳 宝清等地 举行秋收起义的命令 同时 他还固执地坚持 我们不应该再打出 国民党的棋子了 应该高高打出 共产党的棋子 与蒋汤 封延等军阀 所打的国民党棋子相对 这个潤之士啊 竟然明目张胆地 反对中央的决定 洛曼同志 立即派人去长沙 要求潤之和胡丹省委 必须执行中央的决定 来不及了 为什么 润之他们已经乘火车 去安园部署物装起义了 什么 这 好 另外 李强同志报告 原国民革命军 第二方面军 指挥部警卫团 因未赶上南昌起义 转职休水一带休整 团长卢德明同志 来武汉请示工作 湘景瑜同志和他谈了话 要他立刻赶回休水 参加秋收起义 好啊 同时还送他三千亿元 做活动费 好啊 好啊 你对他还有什么指示吗 任职从未带兵打过仗 请卢德明同志 出任秋收起义的总指挥 方才我以中共中央特派员 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 前邸委员会书记的身份 向同志们 传达了中央八期会议的精神 以及湖南省委改组 和新省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 通报了各地秋收起义的准备情况 同时还听取了 刘阳县委书记潘兴元等 同志的汇报 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下面请潘兴元同志 报告这次军事会议的 重要决定 此次张家丸军事会议 第一项决定 正式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由代表革命的红色 为旗面 由代表工人的斧头 和代表农民的镰刀 为标记 大会决定 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 第一军 第一师 师长于洒渡 副师长于奔民 参谋长钟文章 下下三个团 下面有请毛泽东同志 为大家下达初步拟定的 相干边界秋收起义的 作战计划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 前提委员会初步拟定 分三路向长沙攻击前进的方案 第一路由第二团担任 进攻平湘与李陵 向长沙取包围行事 第二路由第一团担任 由修水向平江进攻 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推进 第三路由第三团担任 由铜骨向刘阳进攻 然后再逼进长沙 一句话 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 起义任务 那就是 乡中起义 集中军力 扑向长沙 具体起义日期 定在九月九日 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记住了 好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回城的路上 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 是 欣然同志 有你送我去江西铜骨 第三团团部 好的 请 散会 刘阳 是一块英雄辈出的大地 每当我来到刘阳 我就很自然地想起谭四统 他不仅是公车尚书的真君子 而且他更是唤醒东方瑞尸的大英雄 就说辛亥革命吧 平流起义是推翻清朝的序幕 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 有洋人民也献出了生命和热血 可结果呢 蒋介石的屠刀 惊醒了我们这些共产党人 再次齐聚在这块英雄的大地上 用我们的鲜血 去谱写工农革命的新篇章 那你认为 这次秋收起义 有几分胜算 我不是算命先生算不出来 我过去搞过学运 也搞过工运和农运 唯独没有指挥大活胀 心里没数啊 那就从秋收起义开始学习吧 对 就让我们从时间中去探索 这次秋收起义 是从干西修水 铜骨和安园三地起义 攻其湘东 汇宫长沙 欣元 你认为这三路易军中 哪一路最强 中路最强 也就是我们这次秋收起义的 主力军了 对 这支部队 是由驻在铜骨的 刘阳工农义勇队 和驻在修水的警卫团组长 准备一起向刘阳进攻 再加上 刘阳又逼近长沙 进可攻 退可守 欣元 你是刘阳县委书记 安全起见 你熟悉这儿的山路 你走山路 我沿大路继续前进 这怎么行啊 没关系 大不了我这几块银元 就当是买路钱了 就这样 快走吧 那好吧 那一路小心 放心吧 去吧 去吧 好 队长 队长 来人了 哪儿呢 快 来来 躲起来 好 快 站住 站住 别动 你 过来 说你了 过来 好 弟兄们 别拿枪对着我 我们都是乡里相亲的 是不是 有什么都好说 是不是 我这急着回家给家里人买月饼呢 行个方便 好吗 买月饼 我看你就像共产党 我们这些弟兄为了捉你们这些共产党 害得我们连团圆节都过不了 怎么样 把你口袋里的钱拿出来 分一分 回去咱们都买月饼 过团圆节怎么样 好不好 这就留下买路钱 我们也需要买月饼 懂吗 对对对 懂 我这儿有四块大洋 拿去 给弟兄们分一下 你可真够小气哪 四块大洋就想买一条人命 你想得美吧你 够对着 还有我那份 对我那份 那个 还有没有 都拿去 放在这儿 这干什么 你我给他 别抢了 别抢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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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想跑啊 把他押回团房局 处死 是 高 高队长 咱收了人家的钱 就得替人家消贷 这样看是不是有点那个 太那个了 是不是啊 什么这个那个的 我只知道把他押到团房局处死 弟兄们 能再多领点赏钱 把他绑了 快 把 把 绑了 来来来来 弟兄们 你们已经收了我的钱了 快 老实点 老实点 好 少废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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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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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弟兄们 过了山包 就快到团房局了 我们领了赏钱呢 就可以回家陪老婆过节了 好嘞 好嘞 队长 怎么了 我有个事儿求你啊 什么事儿 我要解个手 肚子疼 什么 解手 对啊 解手 什么意思 解手 什么 解手 解什么手 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 被捆的犯人要大小便 先请把被捆的双手松开 所以犯人大小便 自古以来都叫解手 这小子还喝过几滴墨水啊 是啊 那行 就给他解开 好好好 快快快 去吧 快点啊 快点啊 我们还要赶路呢 好好好 我会很快的啊 弟兄们 休息一会儿 好好好 天快黑了 快点 我马上好 来来来 弟兄们 抽磕烟 谢谢队长 谢谢队长 快快 好了没有 怎么没动静了 不会跑了吧 快去看看 走走走 快快快 来 快 人呢 人都没有啊 快追啊 快 快快快 我往那边跑了 追啊 快追 站住 别跑 站住 不然就开枪了 站住 站住 快 inent 来来来 来来 快快快 快 快 站住 站住 前面就是赤塔 你跑 你跳啊 跳啊 你跳啊 下去找 你跑 是 哈哈哈 哪儿去了 队长 没有啊 我明明看他跳进去了 怎么没了呢 会不会跳下去可淹死了 淹死了 真晦气啊 这淹死了咱们还怎么淋上啊 是啊 狗队长 你看这天色已经很晚了 咱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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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走 回去 走走走走走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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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为了全国人民 年年都过上一个团圆节 偏死也要感到痛苦 领导相干秋树起义 最后他们放弃了搜寻 我马上翻山越岭 彻夜赶路 我没有穿鞋 脚底擦伤很厉害 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友善的农民 他给我住处 后来又带领我到了林县 我身边有七块钱 用这钱买了一双鞋 一把伞和一些食物 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 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看 走过来那个大高个儿 会是毛泽东吗 我看不是 为什么 市长说毛泽东是一位大官 看他这个样子像吗 不像 再说市长也没说毛泽东是个爵子啊 管他是真毛泽东还是假毛泽东 咱们先用手里的家伙和他说话 请问同志 这里是铜骨驻军的团部吗 你是谁啊 不要问我是谁 我找你们的团长 好大的口气 你知道我们团长叫什么吗 苏仙俊 那你就是毛泽东了 对 有什么凭证吗 凭证 我这还不是凭证吗 谁能证明 谁能证明 你们的团长苏仙俊 快告诉我们苏团党 请他出来看一下 这个人是不是毛泽东 好 回来 来 是毛书记吗 苏团长 泽东同志 你终于赶到了 同志们叛星星叛月亮似的等着你的到来 就怕你在秋手起义前赶不到同国 要不是革命导师马克思 列宁的保佑啊 恐怕我真赶不到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等秋手起义胜利了 我再给你们好好讲一下 我这一路上的遇险计 好 快 给我介绍一下 好 这位是卢德明同志 他原是警卫团的团长 泽东同志 你好啊 德明同志 终于见到你了 中央决定 你是这次相干秋手起义的总指挥 你已经知道中央的决定了 知道了 这位是 好 他叫余撒度 原是警卫团义营的营长 我去武汉以后啊 一直由他代理团长之职 泽东同志 欢迎你 余营长 你好 日前啊 在相干边界山口镇举行的会议上 决定啊 由警卫团和平江流洋的功能义营队 合编为一个师 然后 由余撒度同志 任师长 太好了 卢总指挥 余师长 我们进屋宣读秋手起义的计划吧 好 走 请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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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